親近地区一棟四站勞官的幫社因為地募沒有負責 而且沒有親親見教在來行見經營民社 經過廣戶雜佛,去年要求主行拼圖 但是雅姐並沒有教責 廣戶在去調牌大型基督行人員 拼圖一勞到四勞的外求,還有內部設施 既在超過十年大型危見民社,也就處變成立宿 外求完全沒有留情的種建築沒有外求破壞 一個再去期時間,這棟四站勞官的危見民社 已經完全變形,看不出過去曾經有的氣派好看外觀 這棟民社有在清境地区,第十四家山跟第八十九山高車的路口 原本時間的替擋處,後來在無親親見教的情況下 輸出各間變成大型民社,加上土地地沒有負責 帶到有關負差無違見 會拆的原因主要是中央列管的重大違見 而且屬於清境地區的重大違見是不得緩拆或免拆 然後去年的話,當初曾經給陳青人自拆了機會 因為避免民眾抗爭跟節省工黨想請他先自拆 可是他的自拆標準沒有達到我們標準 所以去年底我們上山拆了一次 可是還沒有達到我們的未達到不堪使用的標準 所以今天再上山去拆第二次 整個檢調沒有採用更根按摩托的結構 拆土空氣是火時又火力 關乎為外長生調派四台大型機構 同樣十幾名工廠人員 一定用一天的時間 破壞整個檢調和完全沒有辦法使用為止 關乎平常有四台的啦 4台有多少人 空氣要多少呢 空氣要難噎 關乎平常有才會穿的 川鋼的地方在哪裡 通過的地方不頂而已 通過的通過的地方 通過的啦 通過都是最後的啊 難度要額到通過的小燈 對啊 燈更多的路 所以整棟都抓到就對了 不啦 要給他們投降不堪使用的 屬於新增的違建部分絕對屬於急暴急差 希望所有民眾務必守法 誤在野生釋法 因為清淨屬於國土計畫裡面的敏感地區 我們絕不允許有新的違建出現 那也希望後續的部分務必 所有民眾務必要守法 那才讓清淨的地質安全 可以得到一個獲得應該有的保障 關於建設處技術 目前應建事歷關的七驚集大委員 一年拜登時間拆土以後 目前已經有五驚拆土完成 今年將繼續拆土歷關的重大委員 關於互有業者及民眾 不可能隨便現見或是正見 除了違法部分寒上地減速進版 也會歷關拆土 以後王朝聖蔡宏報道